科技探索1137就是HKTV Mall 發了一個刑警 跟大家簡單講講數字 頭九個月的盈利跌了78.5% EBITDA跌5.7% 預計全年說到盈利和EBITDA都會顯著下跌 為什麼會有顯著下跌呢 講到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去年同期有4900萬的政府補貼 另外之前一段時間年中左右 就有一個用350元買500元的禮券計劃 消費者能夠受惠 但公司亦產生了大約7100萬的推廣費 大概是第三季入了帳 所以收入又少了 支出又多了的時候 就造成了一個預計的盈利會比較大的跌幅 不過公司同時公佈了幾個實數 第一就是那個獨立客戶 就是因為這個七折的推廣計劃 就升了99000個 而根據11月的訂單的情況去看 其實再預計第四季的業績 就會是好過第三季 其實你怎樣解讀這一份叫刑警呢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 現在兌換盤了 跌5%左右的 還有接下來疫情有機會重現 有這個問題 其實譬如說1137做網購的 你覺得又能不能夠受惠呢 不妄購我想在疫情當中的時候 感覺上是一個受惠的股份 但是也會留意得到 其實因為比較多的公司現在開始入場 變成了構成一個競爭的時候 以至到他們的廣告推廣的成本方面 會有一個顯著上漲 在香港科技探索來說 它的網購其實已經有一段的日子 對應在港人來說 其實在疫情當中已經比較熟悉了 因為譬如3、4月的時候 大家撲口罩的時候 市場上沒有 你也會上網找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買 它也會是大家的關注點之一 但是又要留意 它現在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對手 就是香港電視那邊 所以相對上現在去看的時候 兩邊去做一個競爭方面 未必對於香港科技探索 有一個很吸引的優勢在這裡 其實不排除接下來的格局去看的時候 可能就是百佳和惠康的狀況 只不過由一個線下轉到一個線上 來作為一個競爭 所以在前景方面 我自己覺得就未必真的有一個這麼吸引的狀況 可能有機會稍微會改變一個模式 就是傾向淘寶、天貓這些形式 就是給一些產品作為一個上價狀況來看的話 不會去做那麼多管理的 純粹是收過上價費的話 可能成本上就會比較降低一些 但是也都會留意 可能因為這樣的時候 令到它的服務質素下降 就會存在著一個負面因素在這裡 所以始終現在去看的時候 作為一個開源的考慮 它一定要在制度方面有些改革 才有機會有一個突破 如果繼續以現在這個狀況來看的時候 它極其量就是搞多些優惠 吸引多些的用戶 但是這個會令到那個無利以至到 它那個純理的利潤率其實會下降 長遠來說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所以暫時來說去看的時候 它這次公佈了那個刑警的狀況 就算可能過了第四季 公佈了全年的業績的時候 也都未必會真的這麼標請 但是對應它的股價來看的時候 暫時來說就接乎9元到9.5元之間 傾向的支持度都會比較高一點 只不過你說有一個很大的上升動力 就未必會 有機會傾向上來說 借近11元這些位置已經開始有助力 所以如果你說考慮買入的時候 可能真的落回去9.5元以下才保存會好一點